身為這種叫做通告仔 打拼的人 我本人 錢真的賺不多 我為了許小新 我家的床墊搬過去 這麼薄 搬過去 所以我也是辛苦的人 那個床墊六千 對 所以巧新說 他一筆一筆的帳都會記起來 我麻煩巧新 這六千幫我記起來 我搬去鋪開都髒了 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這樣 巧新其實可以在立院 擺出名牌三首線 剛好可以公益藝賣 我就跟許小新買 你的包包拿出來 我就跟你買 為什麼 明明以前 可能是他以前大學的同學 拿出來的 跟他今天又拿出來的包包不一樣 不同款 巧新 我跟你講 這個LV四分 有這種叫LOGO版的 跟這格文版的 靈格 格文版的 所以這兩個是不同 可見巧新還有很多個 可是他很妙 他今天拿出了那個LV的包包 還倒出裡面很多屑屑說 你看這個是三首包 這個怎樣 就搞到最後更不同一個 對啊 所以其實我就說我巧新都是一直自己在開副本無限上綱 更重要的是其實我本來你也知道我師承柯文哲 所以身為科學家我就是站在這種叫做科學物實理性 所以你看我專門我就特別把這個 你看製作單位有畫一瓶的大小 把這個雙人船擺上去 我跟你講什麼叫側翼 側翼就是會做這種圖改的叫王八蛋側翼 我講穿了 你看這邊幫我放腳尾飯 我覺得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幫業員資喊冤 那一天我本來不想要業員資上來跟我同床 好不好 你們睡了三十秒一起睡三十秒 我當了三十秒的立委夫人 就是旁邊那個邱敏寬 因為他如果上來真的就躺不下 所以才業員資上來嘛 只有你們國民黨為什麼要內鬥業員資呢 還幫他上了腳尾飯 把業員資那碗收起來 重點業員資有多辛苦 他躺在上面還要一直幫巧新護航 對不對 所以我的想法是第一個 你們不要去讓這種媒體人 我說這個小琪姐是主持人 你把他放腳尾飯是什麼意思 你不要業員資同黨同仁 放腳尾飯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要放三碗都放在我腳下嘛